為甚麼要這樣做 我是這一區的人 我保護我這一區 你拍他甚麼 我拍下你 我拍下你 你立了幾年歲 我立了39年 我見你拍我就拍你 我見你拍我就拍 我見你拍我就拍 我見你拍 我見你拍 我拍下你拍 你拍下你拍 很多人 我拍下你拍 來啊!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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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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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母! 怎樣啊? 吹吹吹吹槍嗎? 不出聲啊? 咬我狠食啊? 那又怎樣啊? 那又怎樣啊? 施一鐵拾吧! 鐵拾吧! 鐵拾啊! 施一鐵拾吧! 施這麼狠多吧! 你老母子! 是! 主席 請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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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不叫我老婆 你老婆在哪 先別打人 他先打我 誰先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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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他打你 他哪能打你 你不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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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 你們不可以欺負一個老人家 你不可以欺負一個老人家 你不可以欺負一個老人家 誰老人家 他一定會欺負一個老人家 我們立即扶他 還不夠 好 再見 打我們急救有齊 我們有很多急救的義工在這裡 叫警察來 叫 誰見到打人 第一 第二 你見到打人可以 你留下來做證人 我們報警OK 報警 你叫報警便報警 沒有 好 兩段影片 我們當然要講講這個區區都有的蓮蓉牆 其實蓮蓉牆正如我們上次說過 其實是非常驚訝的事情 但也是一種意見的表達 犯不犯法 貼的犯不犯法 撕的犯不犯法 那些說過不說了 但總是有些人在這種環境下 你說他收了錢就對他們不公道 但我們真的很難想他們的邏輯 其實如果簡單來說 最合理 最有文化 最文明的 那他們都可以撕的 去講反對 即是他們都可以貼的 因為你撕就形時委會 就算你撕也不要緊 你說你愛香港 住了這區39年 那些垃圾你又不收拾 一叫就有人叫石華來收拾 這麼沒有公德心的 不是 我都不說那些 即是我覺得文明社會互相表達 這些真的已經是共識 那你現在是撕別人 即是說不讓人說 你自己不表達 但不讓人表達 那你不要說什麼自由 什麼沉默的大多數 經常說沉默的大多數 沉默的大多數都出來了 結果沉默的大多數都反對你的政府 反對你的二百多萬人走出街 還沒給老約商 殘BB那些 或者要上班那些 其實老實說 以我們的人口比例 已經可以說是一致了 達成這個意見 嗯 好了 我們首先說那個女人 首先大家也知道 凡真那些藍絲 真心交也好 收錢也好 是真的有樣子看的 是的 那個樣子真是含家產到不得了 大角咀是那裡 他玩了我住了三十多年 立國幾多歲 很喜歡用這些東西來講的 那些藍絲 因為他們為何經常覺得 為何他們是這麼生的小孩呢 包括那些警察 因為他們經常覺得 他們好得來不易 奮鬥好很多 你現在就搞搞診 你的社會有什麼貢獻 就算真是如你們說的 那些小孩 就是因為你們教導無方 所以很多時候 我們在街上如果不認得我們的人 有時候會跟我說威叔台 他很容易就以為 我們是那個立場 因為他們身邊十居旗 九八都是說那些話 是的 那次我在馬拉 露屌香港人 在陳漢記 你看到嗎 在 你知道我是零至一百的 拿不及機 那個人家坐在旁邊 不是陳漢記 是阿榮哥 阿榮哥 無論如何回答 無論短短 我已經不想了 講講講講講政治 他講政治 不關共產黨的事 他不說另一句 這句我還沒想到 他一說什麼不關共產黨 共產黨養大你 一想嘴 就狂嘴 他 因為他想著 你也是香港來的 我這幾年 四五十歲 應該都是這樣的想法 我嘴你老母 你們是好想笨賊的人 才會這樣想 好想口不對心 因為我真是好想尊重你們 愛國愛港愛黨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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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阿培 什麼北海道奶粉 屌你老母 用手機用華為 飲奶粉飲三陸 屌你老母 臭屌 兒媽根 我都要反大陸買天羅牌 屌你老母 臭屌 鼻孕套都用大陸的 食油都用大陸的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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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屌大陸妹 西裝不准穿 凶圍底褲不准穿 穿什麼 穿馬甲 屌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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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真的應該說大聲 人家這麼聰明,難道人家不聰明,你聰明嗎 於是這群人暗暖暖暖暖暖到 你有沒有覺得政府 派錢他們會屌的 但是派錢他們第一個說是屌 他第一個去拿 那個叔叔更好笑 首先我對這個叔叔是佩服的 一大埔連龍隧道你有沒有下去 上個星期五 老師就下去了 到此一遊 是很震撼的,我連車都沒有空位 我看到大埔周 我的名字是Markin Inberry 我的車牌是KJ66500 我是從來不放在停車場 我跟大家說,為甚麼 因為天下的街就是我的停車場 我告訴你,你傷黃線 我告訴你,你有本事,你抄救我 抄十張,我給十張 抄二張,我給二張 都便宜於我去找停車場 更何況 一個月只要抄幾張 我擺在尼敦道 都可以由早上擺到晚沒事 這是甚麼世界 才留了11點 擺在尼敦道 擺到晚上9點多去拿車 尼敦道 沒有人抄牌 香港真的沒有警示睡 好了 他擺到晚上11點多去大埔 周圍都沒有空位 肯定好,那些人開車來看東西 果然整條聯盟隧道 非常令到我感動 那些年輕人 當然我下去後 說實際上我是一個名人 那幾百個年輕人 都有一兩個人認得我 但我照做直播的時候 就好幾個人 就圍了八九幾二百人 我其實做了三幾分鐘 那些人已經很興奮 不認識我的 但已經很興奮 因為他最初還看 車的那個很有戒備 你知不知道你說甚麼 到時候有人說 我留馬車 真的真的圍了我 再說說一下 甚至在記協外面說 警眾 因為我都很大聲 現在記協叫我小聲 但是說說一下 旁邊的人 說得好 不認識的 我講兩三句 因為我真的很掌握這些現場 演說的技巧 我知道我不能鋪 像平時師傅那樣鋪長 大刀直入 那天我最令我最感動 我問他們 我問他們 我問你們 真是off draw camera 然後我又走 我說不要說那麼多 其實記住 不只是年輕人 有阿叔的 有六十多歲 三十歲都有 我問這樣搞法 不認識 打打架了 夠不夠薑 我問他們 那些年輕人 和阿叔 是這樣跟我說 發握了 發握了 你怎麼來 發握了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做黑暗對峙 有些人在地鐵問狗 我打打架也不怕 死人 不怕 我說這樣可以 你記住你的決心 可以 然後我當然要介紹 每天六點至八點 就是 一定要 你媽 這些叫做民意民心 你們真的要下街才會看到 有很多 其實除了年輕人 也有很多 廢中 廢老 是默默支持的 是保護的 是去看奸的 四五點 我那天晚上特意四點多 駕駛 都有人在等著牆 是 你媽的阿叔 厲害 這樣去跳技 第一 你 其實也不算太慢 不是 他不肯累 很肯定 手藝 算OK 不要那麼挑剔 為什麼呢 他到這年紀很容易有關節炎 是 他身形跟我差不多 但是比我老很多 他就是這樣 你呀 都棍怕老狼 老實說 如果正常來說 應該是 嗚嗚 兩隻手藝來 就是朝念磚 嗚嗚 他是雜傻 都不是雜傻 你如果玩開就玩到 OK 好了 那以為他很肯定有型 C1貼10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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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來貼吧 好了 結果給別人 我看不到 鏡頭太快 閃電俠 撞一撞 其實撞一撞 撞一撞 撞一撞 還是想拿他的棍子 我懷疑那些人 是用化骨棉掌 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開始他還 可能算了 是中了招之後 一兩分鐘 他就慢慢借 發骨棉掌 一打下去 你幹什麼 他終於沒事 走走走走 就好像屌你當日 你一個人叫 顧原武還是什麼 顧原武明朝 屌你老武 說他的樣子很厲害 不是顧原武的文人 屌你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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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我還應該forder 屌你老 musun 屌你老 fu 屌你老 屌你呀 屌 Co 其實是馬上 你看到他打 是啊 你看到他看不到 鏡頭又不能拍到 又不能追著那些人拍 是 看不到 屌你老母 老實說 這些就是抗爭 不用硬拼 不用打人 我也不認同 如果給我看看 貼一對C10 可以 沒有問題 我會貼 C1貼10 我會貼10 但你撕掉了 才有炸 那時候都喘氣 蛤? 撕掉了? 不是吧 上面那些都撕掉 不要吞泡 其實 去到現在 各位年輕的朋友 有些人說想去帶隊 我考慮一下 其實我們是不是真的要這麼浪費 浪費 只是走完就走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玩 趁著現在開始政府 或者建制派 盟心散漫的時候 喂 那當然了 如果要玩這些 是要我出生的 那些唱紅打黑的全部玩得了 沒錯 支持一國一制 回歸祖國 通過逃犯條例 玩回頭 嗯 你屌你一萬幾千人 說要通過逃犯條例的時候 那些警察會怎樣呢? 喂 屌你打死那些暴徒 屌你支持警 警察當然不是知法犯法 警察就是執法者 犯法的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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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還有訴給 你們想安排一個 假的穩定局面 給外國傳媒看 你就給一個什麼局面去看? 去解放軍 出解放軍 開爭槍 當然 不用怕他們會有反效果 因為外國記者 他們是能夠判斷到 你們是用什麼意圖去玩這件事 是要令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撕裂更嚴重 要擺死習近平 如果你們想著要改變的話 因為假若有人用香港的議題來攻擊習近平的話 在一段很長的時間裡面 如果習近平真的倒下了 香港會相當太平 甚至乎現在已經可以陸陸續續有些不同的世界的學者 我明天才說 是倡議香港為何不能港獨 這個是外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者 我們從day one開始 我不贊成港獨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沒有條件管理好香港 但是我認為唯一能夠支持是港獨 我們是真金不怕紅毫火 從day one開始已經這麼說 不過我們的港獨當然有一個條件 就是不可以被華人參與 即是乾淨了 即是沒辦法 要找一些白人CEO 不一定要白人 印度人也可以 日本人也可以 我們不能有種族歧視 我們要歧視就只是歧視自己人 要限他們權 因為他們不懂得用權力 中國人一向都是歧視自己人 我們都是中國人 當然要歧視他們 除了這些阿伯 昨天石明 我們巴基斯坦類的社群 都是連儂場發聲的 用中文、英文和烏都語 烏都語 那就是表達對政府的不滿 一同捍衛香港的自由 不要說香港的自由 總而言之 捍衛個人自由 捍衛自由 追求民主的人 就全部都是自己有 我們看看這個 他們用互都語怎麼寫 看看懂不懂 第一張 當然是不認識 只是看認識 香港人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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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中文 那些真的不認識 那些 另外第二張 這些都認識 林鄭夏臺 對 什麼 head carry We want freedom You better start preparing 不知道看什麼 We love Hong Kong We love Hong Kong OK Hong Kong is not yours Your 就是林鄭夏臺 反送中 這些可能是 一些中國 香港的朋友 或者一些兒子 有些讀中國 香港的學校都認識 OK 回來 上個星期 那個南亞義士 告訴別人 給左膠 就是紮備 然後就說 再讀灰拉去 真還是假 單新聞 最後是 後來的那半段 就是假 有被人圍 有被人圍 但是你說 他們會去讀灰拉人 我覺得香港 如果今時今日 還這樣 就太難離譜了 OK 好了 另外 剛才我們說的 大專身被撐警人士 為由 反被警方以普通襲擊 拘捕 就是放火 林鄭夏臺 藍田去扔屎 不要緊 是要的 你看 你們來啊 你們想有沒有 是 我最喜歡的 不是對黑警 對藍絲 用得過 另外 你那天又去 歐洲修皮 港帝研究新會 就說 收憲 刪除了 政體治條文 這些叫做無緣無故搞 甚至說 要譴責那些反信中示威者 老實說 那天他臨時在開會之前兩小時 就撤回他條例取消會議 還有幾十個學生 去他宿舍樓下都圍他 要他出來交代財政報告 還有其他東西當然沒有 老實說這些是甚麼研究生 大家知道香港大學的研究生 七成都是大陸人 七成是保守的 可能八九成都是大陸人 不要緊 你們客家佔地主 這就是最討厭的地方 你竟然能夠說要刪 要修憲刪 這個整體字條文 你如果修憲就加簡體字下去 這樣其實也要屁股了 因為客家佔地主 都沒有文明人慶 後來他其實都企圖這樣做的 不過後來可能見到人們 這麼多為人為的時候 於是乎就取消取消 根據當地的研究生同學說 根據研究生學會就沒有認受性 為甚麼呢 第一 大部分沒有人知道這個會議 第二 大部分研究生都是大陸人 第三 其實他們一直面臨一個 要交代財務報告的事情 於是在這個時候轉移視線 還是想在這裡擦鞋 令到自己財務不清不楚的事情 可以蒙混過去支持張翔含家產校長 這些就沒有人知道了 不過 被人一凶就退 我覺得香港大學的同學 都是比較和理非的 不過怎樣和理非也好 在這個暑假 既然有空放暑假 繼續去追擊他們 我看你們搞甚麼 屌你都不在香港底 屌你老母 包括我們廣州的老友記 下一代已經不懂得廣東話 不懂得寫正體字 屌你不只是這兩個罪行 已經要我們反反反了 你老母是 屌你老母 怎麼包容 就是 著巢勾佔 那TVB就不用說了 玻璃車就被人打賣了 大家呢 給我一條計劃 大家去圈、馬國民那些都不用 其實首先大家真的不要看TVB 好像據我所知 我們的老友記 水王都很喜歡看白色強人 我懷孕才有免棄 只要看TVB就不會看 背角全部 或者看都不要緊 最直接的就是 Sweetie TV Boss 不是 不是 最直接的是誰在TVB賣廣告 就不要買他的東西 那我就死定了 我看他TVB有幾個嘴硬 就是 我看看他爺爺怎樣餵他 嗯 TVB現在大陸資金 另外一個主席是 陳國強 是 KK KK 有兩個best friend 擦鞋友 一個叫Alan Tam 一個叫曾志偉 一個叫阿Lak 三個 那你們就明白了 為什麼他們要出來撐警 嗯 KK是什麼 擦鞋子 學王 他不是擦霍建靈 李嘉誠鞋 李嘉誠鞋 我沒有權撐 是撐福建明的 嗯 我告訴你 你給牛肉乾 這麼多謝 孔德維 OK 另外最後 國泰工會 就 都化身連儂床 其實除了國泰工會之外 有工會的好處 嗯 其實我真的看到很多產廳 旺角也有 我上次說石門也有 大埔也有 其實我是佩服得不得了 因為真是夠僵 嗯 其實做生意呢 真是這麼高表達 是要付出很大 因為我自己知道嗎 啊 荃灣新天地二樓 有一間賣雪糕 有聯盟牆 立刻被藍絲投訴 但他說他沒有害怕過 那當然食環去到 是完全沒有事 是沒有事 但是其實呢 老實說 是真的要受罪的 嗯 就是我自己開產廳 所以大家多多光顧 所以這些人呢 就真的很值得 即是你會說 或者你們口位而實 不知 又未必覺得軟 但是這些人呢 就真的很值得尊容 很值得尊敬 嗯 有機會就去光顧他們 OK 謝謝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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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外的企業,有關的歷史的歷史,有關的歷史,有關的歷史,有關的歷史。 也有關的歷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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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歷史。 一件事我希望可以做,是作為那部份的評論, 我們要保持這個更容易 BNO 批准保護者 想來美國 去到我們社會和經濟 去做這個 我們可以做這個 是因為短短時間 我們要在這裡保持這個 很多謠言 但是很多傳言 說什麼傳言呢? 關於這個BNO 但現實就是 我 啤梨 林康正 作為BNO達人 我經過我們申請的BNO 我不說多少個了 已經是超過3,000個了 因為我有數字 所以我知道我在裡面做了多少個 一直以來是非常快捷的 大約11、12天 但是這段時間 我們上一次5月來的朋友 陸陸續續7、80% 開始記出了 10、20%就是遲些 我想他們比較久的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 因為由15萬人 長期15萬持有BNO人 現在突然變成17萬 是多了2萬人 那是多重要的 是的 但是處理上當然是比較久的 很多傳言都說上議院提出 會這樣 這些全部不要用一個英國人的人意去想 是用一種戰略 一種國際策略 一種剝他的臉皮 令到中國人沒面子 其實越多香港人拿BNO 中國其實真的越無面子 嗯 OK 而究竟我們會不會因為BNO有居留權呢 對英國來說 BNO當然是大生意 平均一個1200元 十個萬二 一百個十二萬 一千個一百二十萬 一萬個一千二百萬 十萬個有一億二千萬 一百萬個有十二億 三百萬個合資格的 如果BNO的人都拿了 幾十億 幾十億是一件事來的 嗯 對英國 你不要說香港的 幾十億不是幾十元 嗯 BNO是一件什麼事 大家看看 我剛剛新上手 扭了一本BNO回來 當然我不會開裡面的Dales給你看 你不需要理會它有什麼效果 是多麼的優雅 嗯 是多麼的名 你看裡面的內容 OK 為什麼你啤梨又要拿一個新BNO 沒辦法 大家知道 翻回去 不要鬆弄我不買 很胖 OK 大家因為知道 我作為一個旅遊打的人 嗯 只是出入馬來西亞 我每年都出入幾十次了 一本薄的BNO 我怎麼夠用呢 但這一本 當然是一本後版全新的BNO 其實這本BNO不是我的 OK 好了 大家看看 是多麼的名 屌你了好不好 不要問原因 不要問為何要拿BNO 只要他這麼漂亮 拿出來 去日本 Mr. You come from Hong Kong You live in Hong Kong Yes Can you show me your Hong Kong ID 你不要理會 可能會製造一點點不變 因為他們的概念 但是越來越多人拿 他就不會問的 嗯 覺得你來自香港 應該是拿你的特區護照的 How come 你拿一個British passport 嗯 OK 只是這件事 你都彰顯自己華貴得不得了 何況你是真的有資格拿BNO 誰願意 屌你一箱身體任苦膜 屌你明明可以拿BNO 你怎麼想要拿 這個就是天安門在上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裡面還有一個華寺 你現在 當人家越改越漂亮 這個是什麼 這個pattern 屌你老媽媽是馬車 這個是屌你摩天輪 你不去拿 裡面有什麼字 屌你那裡有個字 嘩 總是簡體字 屌你老媽 是人渣 是垃圾 是含家產 才會拿這種含家產的護照 你們不要這麼想 我去賺錢 屌你老媽 那你又說 喂 但是貴 你們就收手續費 那當然了 這個也是我力竭聲勢 叫人家申請BNO的最主要原因 難道我真的為你們的尊嚴嗎 我當然是為我們的訂閱糧 記住 只要你訂閱我們Banley萬步 無論你每個月自動轉購 每個月98元 你想想 一晚做30個小時的節目 一個星期五晚 大家記住 我們在做節目 我集了數 我不會 我不會 億你們 但我都不會虧給你們 譬如林康正 我不是那幾天 我還沒譴責他 我屌他 屌你一天做4、5個小時 屌你兩天都浪費了 屌你一天 屌你一天都很容易經營 好了 今天有這麼多事 發生了三、四個小時 我們加上數 除了回去 然後我們去玩 是的 那就減掉 大家 記住你不要再責任 拉上補一下 你應該對兩回數 對兩回合就可以了 OK 好了 只要你們每個月 每個月給98元自動轉賬 那就不要壓力了 我們是免費替你申請BNO 代辦的 或者你說 幾乎你都沒有 濕冷濕碎 讓你說 屌你當我們是甚麼 我一次過給你 一次過給 OK 沒問題的 給一年年費 我們也免費替你代辦的 我真的不肯聽你們節目的 這樣浪費了 其實可以辦的 節目是給別人聽的 你講窗口 這樣也行 我們都會替你收費代辦 本來我一直跟林康正說 差別白白的 但我現在看到大家 之前我也是一個講義氣的人 講雷氣 八百不收你 七夠水 好 是不是夠義氣 夠義氣 七夠水 好了 怎樣去拿BNO 其實網上真的有很多教材 教你們怎樣拿 也不難的 難就難 再要找一個人去幫你判斷 其實是不是真的那麼難 也不是那麼難 但既然你也要找人做 那為什麼不找一個專家做呢 一個是會由頭到尾 去追蹤好細心地留意 每一天回來會看 你現在的Status進展到怎樣 收了檢尾 需要什麼後補文件 這是一條龍的服務 到了我看到 Your application is approved 這樣的時候我會通知你 黃小姐 你的BNO批了 那幾天會寄給你的 然後你看到 Your passport is printed 即是print了出來 你的passport印好了 你留意HL 這些是貼心服務 然後最後那天 你拿到門口 把你扔掉一般這樣的護照 那本就是藍色含家產 你們可以學啤梨 可以不學 扔掉下去吧 含家產那本是靈人石仆街 就是 燒都燒不燃萬 我完全沒有俗 紀念師 不是啊 我是燒都燒不燃萬 怎麼放下去 我門口化寶 我燒東西給老爸 你用水 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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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一本特區護照來打 我們試過我本英國護照 你英國那本是現在講特區的嘛 然後另外有人就特區 兩本護照在一起 我那本 完好無事 特區護照中間是彎了 凹凸 不是說他有沒有好事 我們怎樣破壞特區護照 就用水 還要找你老媽 我化寶 把他宵夜給我老爸 发送你熊聖火 丟下去 都燒不燃 特區護照 那本醫療 可以不燒藉的 用水 還沒辦法 找特區護照來打飛機 射進去 就像看路行 黏著一頁業 那本醫院長者就是丟下去 丟到頭 各位朋友 記住 不要為了少少錢 而把你的尊嚴 甚至乎 現在英國就是在說 有沒有機會給現在這17萬人 拿著BNO人有特別的優惠 人家已經是提出17萬人 即是說現在有那些 而不是未拿過那些 而我是一定會發動一個運動 是適當的時候 假如英國人竟然真的這麼慷慨 出現一個什麼事實呢 大家要給一些想像力 政治已經不像以前了 現在不流行打仗 他說這樣搞我們 香港真的不行了 香港人都被恐慌了 不會的 有很多人會說 不如這樣吧 你倆英國是否有很多島 你從英國回來 是呀 很多 不如給他們的島 他們搞好 行不行 大家有沒有想像力 到時他們每次進來的時候 都要收回一些 什麼slam duty 印花稅也好 入影稅也好 總而言之 給他們的島 搞好 最主要就是不要突然間的影響 令到市容多很多人 他們要來travel 來做business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一下子 多幾百萬人就很難搞 是呀 英國的島大不大 大也都 阿斯曼有些大 香港也有一千百平方公里 福克蘭也不大 福克蘭也不大 福克蘭遠不遠一點 都好 英國人的那支旗就可以了 大家要看看直播駱駝 你也可以獨立 是呀 所以 到時我一定會發動一個什麼運動 我一定會發動 你跟英國人說 不要亂給BNO 不要亂把BNO 在網上的言論 因為好想多藍絲 屌你老母 還有啊 包括林鄭若的特首 那些愛國愛港 就算梁君泉 炸開英國護照 都不要給英國護照 他們 不是可以高級的 至少要尊重普世價值 我們就不一樣 相信我們寫的時候 馬上拿照片 我們不是放美國旗 就放英國旗 全家公司的 都是英國化的 還天天和你宣傳 其實應該要給Sarberry 你老母 給荷蘭水 我差不多 我這麼想支持皇室 你多棒啊 現在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Katy Katy Katy正 三件都可以 好了 記住 大BNO日 不要問我 再問我 其實為什麼這些 我抱著做 我不給林康誠 因為我怕他的 我怕他的 耐性不合 太多了 OK 有些人是問了而不來的 因為拿不到什麼證件 我拿不到什麼文件 有些人 就料理想 是不是都要來的 但anyway 其實呢 每一次我做這個大BNO日 都會應援節不下的 記住Whatsapp我 電話是66982429 記住是Whatsapp 不要打話給我 是Whatsapp 不要打電話給我 說下你的名字 你說想要BNO資料 我會給你解釋 因為那些人會給你 記住就是 最重要的是 你有出世子 還有舊BNO 沒有舊BNO 沒有做其他不行 全部是拿到的 到時我會教你們 約實時間 不是說你27號到中上來 我們要確認你 你4時4 以免大家等候太久 那天我們會集齊馬 希望可以為100個新會員服務 OK 如果舊會員行不行 只要你是黑卡會員 我們免費幫你做 舊會員就照給費 或者變成月父會員 我們就可以得到BNO服務 拿著BNO 當然是高潮得太多 你想想一下 一起過境 你只要看金光閃閃閃 真是閃閃金光 真是反的 一覺不覺意 就像我們這個打燈 你不要再寫一寫 硬盲的 中了胡椒噴露 真是怎樣的 自己都很醜 拿著特區胡椒 記住 7月27號 就是Coming Sunday 下星期 下星期 因為這個星期六日我們去做Seminar 是 好了 一去到Seminar 記住 我7月這個星期六 星期日的馬來西亞 講座 是爆了 有很多人很狡猾 怎樣狡猾呢 五六月到問我 enquiry 怎樣搞 我給他一些資料 然後今天突然間入錢 又說要報名參加 那我沒有辦法 但是在我這個節目出街之後 我現在當然記住 再入錢那些 我會吃掉這些錢 我不會給你參加 不要說多不多 是爆了 Come on There is so many free seminars Hong Kong everywhere 各個禮拜 各個weekend都有 不用一定要聽我們的 OK 你去找那些甚麼Andy Chan 去馬來西亞領事館 是好多 有很多人問我 有甚麼樓賣 今天到今天都有 我就回答他 對不起我沒有樓賣的 我賣的是一個夢 我賣的是一個理想 要賣樓的 找中原 找美聯 不能不要為我 馬來西亞是一個退休的地方 是一個發展的地方 但是馬來西亞並不是一個 純投資的地方 純投資 去買大幅區 喂 真是薄一薄 大幅區 多數都在這裡 去買大幅 買夏威夷 你媽的 你要去啟我們介紹的樓 麻煩他去聽我們的講座 跟我們的團 因為我就這樣給你一些資料 沒有意思的 要親眼看 你不是隔山打牛 OK 這個星期六日再講多次 我們的在談會已經全面爆滿了 Full House BB 下一個在談會 我們要說定是甚麼時候 8月31和9月1 如果想報8月31和9月1的 就要留意我們節目準備 不要突然進入錢 然後說要報8月31和9月1 我免得不及其他 我會先做這個星期的講座 你們先去留意一下8月31和9月1 8月31和9月1的講座 將會很不同 這個星期的講座 跟以前都差不多 但是8月31和9月1的 我可以保證 用我的人格 咦 竟然有個小姐找我 竟然有這個時間 不過他也猜不到 上海小姐 他也猜不到 我9時多還在做節目 我相信 這個是在談會 Street TV這個星期的貨 開始會正常些 有些朋友訂了比較久 還未拿貨 因為是訂有兼的 因為我的手制不夠貨 所以稍後 應該這個星期三 都會全部通知來拿貨 聽我的電話 我通知了拿貨 麻煩你快點拿貨 因為我整個室內 放了貨 昨天是開不了門 幾乎七糧 那些貨都倒下來 就頂著一隻門 搞得我開不了一隻門 北韓媽婆更加不用說 我們叫護骨酒 買一 就買十 變成不是私一賠十 因為有一個人喝完 OK的 介紹朋友自己再買幾支 一變十 賣到 不要說北韓人 不要說四海 是賣到 真是害怕 震驚北韓 今世都說 頂瓜瓜 我想見這個人 Berry Ma from Hong Kong 今世都說 好 其實無太 因為我們取價低廉 我們根本不是賺錢 只不過是叫開心share 找到好的產品 記住 如果有網友買一瓶酒 覺得沒有效果 骨、筋 都不能用 在網上唱衰我 調理羅姆 弱道病除 四個字 如果沒有病 強身健體 啪啪聲 我不會用啪啪聲來用 我希望大家回想一下 多年前17歲的你 十七歲那日不要念 參加了挑戰 以劉德華現在也不太合唱 當然 他也是 爛爛的 他也算聰明 記住 北韓媽寶 無論是我們的護骨酒 或者我們的安宮牛皇院 安宮牛皇院有這麼多現貨 最好是訂貨為主 其實我個人認為 大家要安宮牛皇院 康門口是這樣的 護骨酒 護骨酒不僅是骨痛 但安宮牛皇院是救命的 香港每六個人一個 會嚴重中風 還會在一年之內微細 你想想 這麼嚴重的事情 現在你只用1200元 就可以補足你一年兩年 甚至三年的安全 同樣的產品 外面賣一粒是700多元 而我們是賣六粒 再加十粒 青森牛皇院 按照計算起碼都賣一萬元 現在不是一萬元 不是八千元 不是五千元 多少錢 1200元 只有1200元 有兩盒 一盒牛皇青森丸 一盒牛皇 安宮牛皇丸 你不買就是笨蛋 三個字形容 這些產品我們也不會持續 那麼當然 最後就是我們榴槤月餅 自從我們上個星期說完榴槤月餅之外 天外飛彈的單都非常踴躍 但是似乎距離八月好像有點久 距離中秋 我跟大家說 中秋吃月餅 合理的 但是月餅是否只是中秋吃呢 這就值得思考了 今年的中秋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應該只有九月左右 但是如果你喜愛吃榴槤的朋友 喜愛吃貓山王的朋友 為什麼不可以早些大塊朵耳 一定要在中秋吃月餅 沒有理由 正如我們吃火雞 也不只是聖誕節吃 我們叫雞 也不只是叫你九行才叫雞 尤其是悶悶的 甚至乎 有些空虛 甚至乎只不過是 沒有地方去 不知道去哪個地方 都會叫一下 都會的 吃榴槤月餅就一樣 如果你喜歡吃月餅 你喜歡吃榴槤的 或者你喜歡吃榴槤 不過不喜歡吃月餅 或者你喜歡吃月餅 也喜歡吃榴槤的 買一盒榴槤月餅是多少 我們有四種產品 現在沒有稿 不要出相 你記不記得你作為榴槤哥 一百八 一九八 二九八 三九八 一八八就是六隻的 XO榴槤 一九八就是四隻的 迷你貓山王榴槤 你加一百元 四隻就變八隻 是一倍 只需要加一百元而已 二九八 這就是二九八 四隻的貓山王迷你榴槤 三九八是什麼 就是平時四隻 普通榴槤 三八不是普通榴槤 普通月餅 普通大小的月餅 不過都是貓山王 即是我們吃貓山王 是一九八 二九八 和三八八 和三八八 其實我還未知道 因為我的版本還未到 但是大家 因為我外面都有做開門生意 那些人認得牌子 都是非常踴躍的 是沒有炸營過的 大家如果喜歡吃榴槤的朋友 我覺得至少買一盒 二九八隻 八隻 有一顆粒迷你 整顆怎樣拍下去 基本上就等於吃 冠軍級的貓山王 拿出來就簡單 自然解凍 然後就 prophetic ウ싱 買一盒牛嚥月餅 除了應折 可以吃貓山王之外 就可以當作出眾我們 或者你們對這個台的貢獻 這個台在香港社運界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有些新的朋友 但如果稍微有歷史的朋友 才知道我們從來未改變過的 我們是和理非的始祖 但我們都是勇武抗生的認同者 永遠站在示威者、反抗者的身邊 當然啦 今天我也希望他們會成功 但是大家記住 有一件事是真理來的 就是不卑不亢 勇敢say no to共產黨 這是我們唯一可以贏的地方 共產黨我們害怕嗎 我們害怕 不過共產黨更加害怕你們 只要我們廣大的香港人民團結在一起 首先大家買一盒榴槤月餅 報大馬旅行團 然後拿BNO 我們團結在一起 再帶EA mask 買Street TV 甚至乎移民到馬來西亞 團結在一起 共產黨一定會害怕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是無所懼 只要你們無所懼 繼續支持這些反中亂港的台 我們的聲音越來越大 現在大家會發現 我們聽D100 聽城寨 是不是好像聽以前 現代學傳和啤梨頻道 不過我們沒有錯口而已 我們不是才知道 這是歷史的必願發展 結落你就輸 輸就會輸足一輩 你勇敢打 未必會贏 但是就可以打出新機 講完了 這麼簡單的事 無論是我們做幾個鐘頭節目 明天繼續啤梨晚報 記住 扔榴槤的 WhatsApp我 扔榴槤的 記住 不要WhatsApp我 是WhatsApp你的好電話 59330829 59330829 又是WhatsApp 又不要打過來 每一個 講完你的名字 要什麼貨產品 每一個用戶 我們都會有獨立的冰袋給他 拿著在街上走幾個鐘 都不會沒用 貓山王 榴槤月餅 我們不是普通的貓山王 我們是冠軍級的貓山王 從未有人殺人過 我現在想著 我有貨品到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在這裡試吃 但是我怕味道留在這裡幾天 想知道我們在香格里拉多大 一開出來 吼里露姆那個香格里拉 萬多兩萬呎的餐廳 我們在其中一台 我們三台客 一開出來 吼里露姆在門口 距離多遠 吼里三千米左右 然後那個人說 吼里露姆 吼里露姆 然後那個船長說 Mr. Marr 我們的船長說 Doing is not allowed here 為什麼呢 有些客人不喜歡 太香了 但是本來一些不吃得榴槤的人 好像我不吃得榴槤的人 都被吸引了 因為那隻貓山王 香而不利 很冷靜 我很難解釋 先這樣說 有些女性的體香 明明是湊湖也好 但是有一種魔力 令到你覺得臭都變仿如香 香中又帶點臭 有些刺激 忍不住一條舌 伸一條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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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明天就繼續 《比利晚報》 記住 拿BNO 拜拜 拜拜